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,俄罗斯航天部门负责人表示,正在和中国进行协商,扩大两国在太空探索领域的深入合作。 合作主要围绕着空间科学实验和深空探测,也包括未来可能的载人登月,俄方甚至打算邀请中国航天员进入国际空间站的俄罗斯部分。 我们都知道,解体前的苏联,就一直是航天强国,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,斯普特尼克一号,就是由苏联制造并发射成功的。 第一艘载人飞船也出自苏联,这艘飞船于1961年,将人类第一位航天员加加林送入太空。 苏联解体后,虽然经济上不怎么景气,但继承了苏联遗产的俄罗斯在航天领域,依然具有很高的水平。 俄罗斯的能源号系列火箭,起飞推力达到了3500吨,即使到了现在,仍然是世界上起飞重量与推力最大的火箭。 俄罗斯拥有一套独立的全球定位系统,有覆盖全球的军事侦察和通信能力,虽然因为维护的问题故障频出,但技术水准绝对不差。 所以,航天大国的头衔,俄罗斯还是当得起的。不过吗?因为经济问题的拖累,俄罗斯航天工业的发展,也是步履为艰。 俄罗斯部总理德米特里·罗戈金曾经说过,现在的俄罗斯,在航天领域的劳动生产率,仅为美国的九分之一,即便算上出口或间发动机,还有将美国航天局出售联盟号飞船席位的收入。 俄罗斯在全球航天市场上占据的份额依然不超过百分之一,没钱只是俄罗斯航天面临的困境之一。 冷战结束后,西方和俄罗斯在航天领域逐渐开始和解,在很多航天项目上展开合作,最后居然出现了国际空间站这样的合作典范。 不过,分歧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消解掉的。自从俄罗斯加盟国际空间站后,各种矛盾基本就没断过。 特别是到了这两年,美俄之间就国际空间站的后续运营和关停问题,进行了多次谈判,至今也没有一个完满的方案。 俄罗斯方面甚至已经做好了准备,对空间站的俄罗斯部分进行脱离操作,并在此基础上扩建,至少达到当年和平号的规模。 然而不论怎么折腾,有一件事情是板上钉钉了,美俄欧等国家联合建造的国际空间站即将达到实用寿命,如果要更新换代,那就意味着花费巨资。 而且涉及多个国家,想在几年之内,快速完成这项超级工程,几乎是不可能的事,到现在也没有靠谱的替代方案。 所以,预计到2024年,最迟2028年,国际空间站就将退役并停止使用,作为航天领域后起之秀的中国,近年来的航天成就,让人目不暇接,特别是载人航天和空间站技术,已经由当初的追赶,变为现在的超越了。 从2003年神舟5号成功发射起,我国已经先后将十几名航天员送入太空,并完成了太空行走,空间飞行器交汇对接,航天员长使坚太,空助流等任务,此前的长征7号火箭,已经成功把货运飞船,天舟1号送入太空,顺利与天宫2号对接。 也就是说,未来空间站的货物运输补给问题,已经基本解决,长征7号和天舟飞船将成为地面人员,物资前往空间站的主要工具,而长征5号的成功发射,更是为我国未来的空间站建设,带来了更大的运载能力。 有了这些储备,我国在空间站建设上,已经基本不存在技术障碍了。按照计划,2020年,我国就将着手建设我们自己的空间站。 在国际空间站退役后,中国空间站可能就是人类唯一的现役空间站了。 所以,与中国合作已经成了世界主要航天国的最佳选择。俄罗斯也是筹准了这个时机,以其技术优势和丰富的航天经验,准备同中国展开合作。 我国也可以借此机会,提升一下自己的大推力火箭技术,以及空间站建设,运营经验。所以,对于中俄双方而言,合作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 如果中俄两国强强联手,将彻底改变世界航天版图,至于其他想加盟中国空间站的国家吗? 那就不得不提到当年,国际空间站刚刚启动的时候,彼时的中国,也想加盟国际空间站项目,但是却被某大国拒之门外,只能看着别人大搞特搞。 如今,风水轮流转,我们完成了逆袭,轮到别人求我们了。在此,小冰冰只想向这些国家,送上延延夏日最好的祝福,拿两块拿袋,这去吧。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